顏宽恒 顏宽恒那你同意算什麼 你的12月18號的檢驗店 檢驗站就消失了 另外我講到 這個李敏寧的問題 紅黑兩派 當時是在國民黨在執政的期間 一黨獨大 紅黑兩派是國民黨刻意 去做一個區分 就是要讓他派系去牽制派系 那這個當時在這個大選區的時代 你只要是紅派支持的 黑派支持的 選立委沒問題 整個台中大選區 因為大家很清楚 紅派掌握的是三菱的資源 包含了蟑螂 樹林 稻米 黑派掌握是沿海的資源 包含了漁業 利青沙石 還有宗教 宗教也是一個資源 這個來區分 那以前很簡單 紅派吃紅派的 黑派吃黑派的 各不往來 他們之間是壁壘分明的 那國民黨也希望這樣 這樣才好牽制力量 不要你變得就獨大 不聽黨中央的 你兩個不管怎麼鬥 都聽我黨中央 可是自從選區重新劃分 2008年以後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紅黑兩派坐下來談 這才是國民黨開始抓不住台中的時候 坐下來談啊 如果紅黑不合作 第二選區怎麼贏 那如果紅黑不合作 那你這個這個第四第五選區 第三選區要怎麼贏 他必須要紅黑合作 所以當紅黑合作坐下來談的時候 在結合上一個人 這個關鍵點都出來 這個人是誰 市長 市長 市長的力量 行政力量 加上紅黑兩派 台中就搞定了 台中就搞定了 所以你黨中央插不進手啊 以前培養紅黑兩派是要牽制 要把這個地方勢力抓住的 現在地方喬好了 朱立倫插不進去了 朱立倫沒有角色 他插不進去了 而且朱立倫最大最大的一個問題 在於哪裡 溫度不夠 朱立倫有吳敦義一半的溫度 台中就搞定了 今天黎敏寧這個事情 如果是吳敦義當主席 不會這樣子啦 吳敦義告訴你 他在還沒有這個 他要請辭的時候 吳敦義就先下去了 哦 這個林老啊 要需要你啊 我們真的需要你啊 幫忙一下 都自己人了 抱歉 我跟你講 他就吃這一套 他心裡就覺得 主席親自到我家來 然後跟我坐下來 還在我家吃完晚飯 走的時候還送我一些小禮物 他會送那個什麼指南工的 那些什麼什麼開運金幣啊 他就送他 他就觉得好温暖 朱立伦不玩这一套 朱立伦就是文周周的 希望你以党为重 留下来为党牺牲 牺牲你个头 你都把我的面子搞成家 我怎么牺牲 所以我才说 台中这一派 红黑两派 本来是国民党布得很好的棋 但是要看你主席会不会用 当你不会用的时候 这个势力反扑 他不会离立党中央 他只要管到市长 红黑合作 整个台中就掌握住了 不过现在就贞结在于 红黑是不是有矛盾呢 那这个红派是不是也倦情呢 让这个严宽恒呢 给他单飞去了 也就是给他放鸟去了 让他无这个没有奥援呢 现在急需奥援 因为没有空战嘛 来时机 朱立伦更大的问题 是他太会算计了啦 他毕竟是一个会计系的 所以好的我要 可是不好的不好意思 我可没有要承担那个责任 譬如说在陈伯伟的罢免案的时候 朱立伦有没有下去 他有下去 他去这场扫街 看起来他是有出点力 可是地方都知道 你党中央根本没出力 其实都是地方上面 在搞这个陈伯伟的罢免案 好啦 那罢免案这个已经过了之后呢 党中央跟这个严家 要劝禁他来选的时候 党中央是怎么样子告诉这个严家 不是第一次不欢而散吗 只见了短短的半个小时 毕竟那是严家的选举啊 我党中央可没有要负责哦 你严家自己要去面对 也就是说 他一定知道这是一场困难的战争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 有可能会去负担一个败账 所以某种程度先画一些界限 这是朱立伦精于计算的一面 好那他另外一个很精于计算的是说 从这个公投的说明会的名单 瞧不定这件事情啦 然后搞的内部鸡飞狗跳啦 还有他在地方党部的任命啦 以及他在党中央的人事任命啦 都显示出他只用自己人 他的信任圈并不大 所以他用的人都是他最亲近的这一圈 使得他连最亲近的这一圈里面 都有人不爽 譬如说退出赖群组 后来获得了一支最新颖的手机 就是说你连自己的小圈圈 你都可以搞到自己人很不爽 更何况说战斗兰不爽他啦 现在这个罢免案成功了 都是我党中央的功劳啦等等 事实上在你党中央并没有 在这个罢免案当中 实质的出过力之后 反而是战斗兰出了一大堆的力 所以在罢免了陈柏惟之后 战斗兰先发了一篇声明 哇这是人民的胜利啦等等等等 这个战斗兰的首胜成功啊等等的 也就是说战斗兰跟国民党中央之间 互相在抢那个首胜的功劳 本来朱立文是定调的很清楚啊 我们就是要四个同意哦 我们这个就是信任投票啊就是倒阁的投票 可是他连党内都没有办法搞定的时候立刻说啊没有啦那两个不是我们的啦 我们只有提两个了那两个是民间团体的立刻 那个脚步很凌乱 对他也立刻竹起了一条防火墙 那为什么要竹防火墙 是因为他的领导力严重不足 当党中央其他有人也想要选总统的时候 当战斗兰的赵道康已经说他要选总统的时候 朱立文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 我先排除党内的势力 我必须确保我自己可以参选总统 所以我用人必须微轻 我必须要排除这些战斗兰的功劳 因为他永远把自己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放在最高的位阶的时候 你其他的选战 其他的这些战场 你就会呈现这样子 内部互打 你光内部互打消掉的这些能量 就浪费太多了啊 你还不如先搞定了内部 你才有能量去对外嘛 你如果内部搞得定 然后去对外打赢胜仗 其实都是你的功劳啦 为了自己的这个位置 然后羞辱党内的同志 这是朱立文很不智的地方 再来关心是我们的这个 被邵将于北辰将军呢 因为长期反共的立场 结果竟然遭到恐吓 因为有人就是这个 说什么叫做一个什么 除奸队台北分队 就是从今天起来 你的家人会一个一个怎么样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来于将军 现在最近发展是吧 警方有抓到这个人吗 当然查到他的这个IP位置了 因为警方办这个案子 办得非常积极 因为第一时间 我是在礼拜五 一大早起床 大概六点多 我就发现 然后我就决定要去报案 因为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个 大陆的口吻 如果今天所这个谩骂 是口吻什么 小粉红 那我不会理他 因为他们的水准就这么高而已 我不会理他 可是我发现这个的口吻 是我们听得懂 我们熟悉的口吻 应该是在地的人 对 是在地的人 在台湾的人 他可能在地的人 他把他的这个文字丢到 这个欧洲或德国 然后请德国再传回来 传还那个账号就消失 就是算是一个很有 很有组织 很有组织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当时去报案的时候 我也没有先跟记者讲 我就是默默自己去报案 为什么你知道 我怕人家说 你看他要炒新闻了啦 他又想炒新闻 又想红 我都没有通过任何的记者 我就自己去桃园的一个分局报案 那个分局还跟我讲说 你确定他是跟你玩真的吗 我说如果这个记给你母亲 你母亲会不会害怕 他说会 所以就报案 我就真的去河岸 河岸出来之后 我才开始跟媒体讲 说我被恐吓了 那当然很多人我说 你会不会怕 那我当然就讲 我说我是军人 我是军人 我这一辈子跟解放军为敌 跟共产党为敌 我说早就是他们的目标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报案呢 因为我觉得不能顾习养奸 今天这种事情 如果今天我就吞了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船过水魂就丢掉了 那以后这种黑寒 是不在我们中华民国境内 就是间接的合法化 他谁都可以 谁都可以这个恐吓 他觉得谁不顺眼 他就寄一个恐怖邮件给你 然后你再不理他 他就寄实体邮件给你 你再不理他 他是不是把整个台湾 变成一个西西里岛 变成我们很乱 那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就希望你乱 他就说你看 这就是民主 这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一个没有法治 没有人管 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然后他要反正 他的共产制度 中国人是必须要 在某些专制之下 才可以管制的好了 那是不是间接的说 我们台湾做的民主 是失败的 我们台湾做的民主 是法治项 是一个暴力 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 我一定要提出 这个严厉的谴责 而且我正式的备案 我真的是希望 像这种破坏中华民国治安 破坏国内治安的人 一定要把它绳治于法 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民主是有法治的 对的确 民主是需要法治嘛 怎么可以说 因为反共立场 所以就要威胁杀人家 全家来施机 这个我看警方可能要去抓 不然这种 是不是一种 共产党在台湾培养 这种附水组织 然后你就可以 只要看谁不顺眼 或说针对这种反共的 就可以加以威胁 想要甚至是杀害呢 也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警方必须要 这个尽快的行动 离谱啦 就是说 如果按照于将军的判断 就是说他的用词用语 其实应该是台湾自己 自己人 本地人的话 那这个绝对就是 中国的在地协力者 就是他透过在台湾这边 然后去协助中国 去做这种统战 或者是这种威胁 恐吓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